A型人格和I型人格在运动健身方式偏好上可能存在一些不同 总体来说,A型人格可能更喜欢社交互动较强的运动健身方式 而I型人格则可能更偏好个人独立进行的运动健身方式 A型人格通常具有外向、热情、善于社交的特点 他们喜欢在人群中互动、享受社交带来的刺激和能量 因此,他们可能更倾向于参加需要团队合作、交流互动的运动健身活动 例如篮球、足球等团队运动、或者舞蹈、瑜伽等有社交性质的健身课程 这些活动可以帮助他们与他人建立联系 同时也能让他们在运动中感受到快乐和满足 相比之下,A型人格通常更喜欢独立、安静的活动 他们更注重自我探索和内在体验 他们可能更喜欢进行一些个人独立进行的运动健身方式 例如跑步、游泳、自行车等 这些活动可以帮助他们放松身心、减轻压力 同时也能让他们在运动中感受到自我成长和满足 当然,这并不是说异形人格和A型人格就完全不会有重叠 有些人可能同时具备异形和A型的特质 他们在运动健身方面也可能会有自己独特的偏好 此外,个体差异也会对运动健身方式的选择产生影响 因此不能一概而论 关于异形人格和I型人格的特点和影响 异形人格通常具有外向、热情、善于社交的特点 他们喜欢在人群中互动 享受社交带来的刺激和能量 这种人格特质的人通常具有较高的领导力和社交能力 适合从事需要团队合作、交流互动的工作 相比之下 I型人格则更喜欢独立、安静的活动 他们更注重自我探索和内在体验 他们通常具有较高的自我反思和内省能力 适合从事需要独立思考和自我激励的工作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 每个人都是独特的 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特质和特点 因此,建议您不要过分关注自己属于哪种人格类型 或者哪种特质更强 而是要发掘自己的优点和潜力 努力发展自己的技能和能力 实现自己的价值和目标 一类型的人通常具有外向、热情、善于社交的特点 他们喜欢在人群中互动 享受社交带来的刺激和能量 因此,他们可能更适合从事需要团队合作、交流互动的工作 以下是一些可能适合一类型人的工作类型 一、销售和市场营销 一类型人通常具有很好的社交能力和说服力 他们能够与人建立良好的关系 并把产品或服务销售给客户 二、公共关系和传媒 一类型人通常善于与人沟通 他们能够建立良好的关系 并通过媒体或其他渠道宣传公司的形象和品牌 三、教育和培训 一类型人通常能够激发人们的热情和积极性 他们能够与学生或学员建立良好的关系 并帮助他们学习和发展 四、客户服务和管理 一类型人通常能够理解客户的需求和问题 他们能够与客户建立良好的关系 并提供优质的服务和管理 要发掘自己的优点和潜力 您可以尝试以下方法 一、自我反思 思考自己的行为和成就 分析自己的优点和不足 并尝试找到自己的潜在能力和兴趣 二、寻求反馈 向他人寻求反馈 了解他们对您的看法和评价 并从中学习和改进 三、尝试新事物 尝试新的事物和领域 拓展自己的事业和能力 并从中发掘自己的潜力和兴趣 四、自我提升 通过学习和实践提升自己的技能和能力 不断进步和发展 五、与他人合作 与他人合作 从他人身上学习和发展自己的优点和潜力 最重要的是要保持积极的态度和心态 相信自己具有优点和潜力 并不断努力发掘和提升自己的能力和价值 一类型的人通常具有外向、热情、善于社交的特点 但同时也可能存在一些缺点 以下是一些可能存在的缺点 一、缺乏耐心和毅力 一类型的人通常喜欢快速取得成果和进展 他们可能会缺乏耐心和毅力 难以坚持长时间的任务或目标 二、容易受到情绪影响 一类型的人通常很容易受到情绪的影响 他们可能会在情绪高涨或低落时做出决策 从而影响自己的表现和决策 三、缺乏细节关注 一类型的人通常更注重整体和大局 他们可能会缺乏对细节的关注和考虑 从而在细节方面犯错或遗漏 四、容易过度疲劳 由于一类型的人通常喜欢与人互动和社交 他们可能会在长时间的工作或活动中感到疲劳和精力不足 要发掘自己的优点和潜力 您可以尝试一下方法 一、自我反思 回顾自己的行为和表现 分析自己的优点和不足 并尝试找到自己的潜在能力和兴趣 二、寻求反馈 向他人寻求反馈 了解他们对您的看法和评价 并从中学习和改进 三、尝试新事物 尝试新的事物和领域 拓展自己的视野和能力 并从中发掘自己的潜力和兴趣 四、自我提升 通过学习和实践提升自己的技能和能力 不断进步和发展 五、与他人合作 与他人合作 从他人身上学习和发展自己的优点和潜力 要提升自信心 您可以尝试以下方法 一、自我肯定 肯定自己的优点和成就 认识到自己的价值和能力 二、从小事做起 从简单的小事做起 逐渐积累成功经验 培养自信心 三、积极思考 积极思考问题 寻找解决方案 并从中学习和成长 四、与他人比较 与他人比较时 要认识到自己的独特性和价值 不要过分关注他人的优点和成就 五、接受挑战 接受挑战和面对困难时 要相信自己具备克服困难的能力和潜力 最重要的是要保持积极的态度和心态 相信自己具有优点和潜力 并不断努力发掘和提升自己的能力和价值 除了以上提到的方法 以下还有一些其他的方法可以帮助您提高自信心 一、接受自己的缺点 认识到自己的缺点和不足 并接受它们 不要过分关注自己的缺点 而是要努力改进和提升自己的能力 二、积极表达自己 学会积极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意见 并敢于在适当的时候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感受 这可以帮助您建立更健康 更自信的人际关系 三、培养积极的生活态度 积极面对生活中的挑战和困难 并从中学习和成长 尝试寻找生活中的乐趣和美好 保持积极向上的心态 四、建立支持系统 与家人、朋友或专业人士建立支持系统 寻求他们的建议、鼓励和支持 这可以帮助您更好的应对挑战和困难 提高自信心 五、实践自我肯定 每天尝试进行自我肯定 提醒自己自己的价值和能力 可以尝试写下自己的优点或成就 并经常回顾和更新 以帮助自己保持积极的心态 一类型的人通常具有外向、热情、善于社交的特点 他们可能更适合从事需要团队合作、交流互动的工作 以下是一些可能适合一类型人的工作类型 一、销售和市场营销 一类型人通常具有很好的社交能力和说服力 他们能够与人建立良好的关系 并把产品或服务销售给客户 二、公共关系和传媒 一类型人通常善于与人沟通 他们能够建立良好的关系 并通过媒体或其他渠道宣传公司的形象和品牌 三、教育和培训 一类型人通常能够激发人们的热情和积极性 他们能够与学生或学员建立良好的关系 并帮助他们学习和发展 四、客户服务和管理 一类型人通常能够理解客户的需求和问题 他们能够与客户建立良好的关系 并提供优质的服务和管理 五、社交媒体管理 一类型人通常善于与人沟通 他们能够理解受众的需求和兴趣 并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宣传和推广品牌或产品 总之 提高自信心 需要时间和努力 要保持积极的态度和心态 相信自己具有优点和潜力 并不断努力发掘和提升自己的能力和价值 一类型的人通常善于与人沟通 能够激发人们的热情和积极性 因此他们可能更适合从事与人打交道的工作 以下是一些可能适合一类型人的行业 一、教育行业 一类型人通常能够与学生或学员建立良好的关系 并帮助他们学习和发展 他们可以从事教师、辅导员、教育顾问等职业 也可以在教育机构或学校担任管理和领导职务 二、培训行业 一类型人通常能够激发人们的热情和积极性 他们可以从事培训师、培训顾问等职业 也可以在培训机构或企业担任培训管理和开发职务 三、咨询行业 一类型人通常能够理解客户的需求和问题 他们可以从事咨询师、顾问等职业 也可以在咨询公司或企业担任管理和领导职务 四、客户服务行业 一类型人通常能够与客户建立良好的关系 并提供优质的服务和管理 他们可以从事客户服务经理、客户代表等职业 也可以在客户服务部门或企业担任管理和领导职务 五、社交媒体管理 一类型人通常善于与人沟通 他们能够理解受众的需求和兴趣 并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宣传和推广品牌或产品 他们可以在社交媒体公司或企业担任管理和领导职务 也可以在社交媒体营销机构或团队担任专业顾问和管理职务 除了以上提到的方法 以下还有一些其他的方法 可以帮助您发掘自己的优点和潜力 一、尝试新事物 尝试新的事物和领域 拓展自己的视野和能力 并从中发掘自己的潜力和兴趣 可以参加一些课程、培训或活动 学习新的技能或知识 二、与他人合作 与他人合作 从他人身上学习和发展自己的优点和潜力 可以寻找一些导师、教练或同行 与他们交流合作 学习他们的经验和技巧 三、自我提升 通过学习和实践提升自己的技能和能力 不断进步和发展 可以阅读书籍、文章或报告 参加一些讲座、研讨会或专业会议 与同行交流互动、分享经验和知识 四、创造机会 为自己创造机会 展示自己的能力和潜力 可以主动承担一些项目或任务 发挥自己的特长和优势 展现自己的价值 五、接受挑战 接受挑战和面对困难时 要相信自己具备克服困难的能力和潜力 可以尝试一些具有挑战性的项目或任务 锻炼自己的能力和意志力 最重要的是要保持积极的态度和心态 相信自己具有优点和潜力 并不断努力发掘和提升自己的能力和价值 一类型的人通常喜欢领导和支配 希望通过领导 劝说或推销来达到组织或个人的目标 同时他们有较强说服他人 支配他人的能力 敢于承担风险、目标导向 因此 一类型的人可能更适合从事销售 市场营销、公关、咨询等 需要与人打交道的行业 与他人合作有很多好处 比如 一、促进团队凝聚力 积极与他人合作可以促进团队凝聚力 增强团队成员之间的信任感 提高团队的整体效率 二、提升工作能力 积极与他人合作可以让自己受益匪浅 不断提升自己的工作能力 增强自身的竞争力 三、拓展人脉 积极与他人合作可以拓展自己的人脉 拓宽自己的视野 增加自己的社交圈子 四、提升社会影响力 积极与他人合作可以提升自身的社会影响力 让自己的职业生涯更加繁荣发展 一类型人在创业上也有一些优势 比如 一、拓展人脉 一类型的人通常喜欢与人打交道 因此他们可以通过社交活动拓展人脉 增加自己的社交圈子 这有助于他们在创业初期 获取更多的资源和支持 二、擅长推销 一类型的人通常有很强的说服力和推销能力 他们可以通过与客户交流 了解客户的需求和兴趣 并把产品或服务推销给客户 三、目标导向 一类型的人通常有很强的目标导向 他们能够制定明确的目标和计划 并采取有效的措施实现这些目标 这有助于他们在创业过程中保持清晰的方向和目标 四、敢于冒险 一类型的人通常敢于承担风险 他们有很强的冒险精神和创新意识 这有助于他们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脱颖而出 五、领导能力 一类型的人通常有很强的领导能力和支配能力 他们能够有效的领导和管理团队 并激发团队成员的积极性和创造力 这有助于他们在创业过程中组建和管理高效的团队